同盟军对边境口岸进行了突袭,而其背后的策略令人困惑不解。 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整个缅北局势变得复杂起来,战争已经和谈判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缅甸北部的形势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阶段,各方力量之间展开着激烈而残酷的角逐,在这场危险博弈中,谋略与背叛成为主导因素。 首先要明确的是,同盟军对边境口岸实施攻击并非偶然行为,他们有自己深思熟虑,周密计划过的策略。 并以此来迫使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诉求,具体背后驱动着该组织采取这种激进行动,则尚未被完全揭示出来,从表面看似乎只是一次简单直接的武装攻击,实际上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略抗争, 缅北局势的复杂性使得战斗和谈判两条线同时进行,并且彼此影响着对方。 军事对抗似乎已成为了无休无止的循环,在边境地区不断爆发激烈交火,但在表面之下,各方却都渴望达成一个停火协议, 以期寻求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解决方式,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背后隐藏着巨大困难。 双方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共同商讨过具体条件和细节,导致停火协议只是空洞化、形式化,并未实质性改善当前局势。 缅北局势中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其充满了谋略与背叛元素,各方力量之间经常出现变换立场, 劈皮球,甚至违约行为,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地区紧张局势,并增加任何解决问题途径所需耐心和资源。 要想在缅北建立起长期稳定与和平,需要政府、同盟军以及其他各方力量进行真正的对话和协商, 只有通过建立信任,开展坦诚合作,才能够为缅北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 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并非一是历史上的复杂因素,民族问题以及经济利益纷争都使得解决方案变得异常棘手, 在当前局势下仍然需要各方保持克制,并寻求共同话语与框架, 那么才能在这场战略与谋略交织的危险博弈中找到稳定而可行的出路, 让缅北地区重拾和平与发展之路,面对同盟军的猛烈反扑, 缅甸军队展现出强大的技术装备优势, 并投入使用了苏30SME战机,这款先进的战机有望在战局中扮演着重要而决定性的角色。 进攻开始后不久,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媒体报道, 在老象堂地区是亲民主派组织和少数族异武装分子活跃之地, 此次缅甸政府希望建立统治稳定并保护公民安全, 因此他们选择采取强硬手段进行进攻, 在这场针对反政府势力、少数族异武装以及恐怖分子等复杂背景下的战斗中, 并非一帆风顺,同盟军积极作为, 并且配备了各种尖端武器和设备来应对追求统治权力与控制范围扩张的缅甸军队, 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而缅甸军方则凭借其技术装备上的优势来抵御敌人的反扑,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缅甸军队投入使用苏-30SME战机, 这款俄罗斯制造的先进战机具有出色的空中作战能力和多种功能特点, 它配备了强大火力,可同时攻击地面和空中目标, 并且在隐身性、速度、航程等方面都表现出突出水平, 专家认为,在此次老相堂进攻行动中, 苏-30SME可能成为一个至关重要且具有影响力的角色, 此文章仅在今日头条首发,其他平台均属仿冒, 在整个事件背后,我们依然看到着复杂而深远的问题存在, 民众生活受到影响,由于打击范围广泛涉及到居民区域, 许多无辜百姓被迫逃离家园,寻求安全庇护所, 并遭受财产损失核心理创伤, 国际社会对于行动合法性与正当性之争议, 一些观察员指责缅甸政府采取过度武力侵犯人权, 并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节, 回顾整个事件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苏-30SME战机, 则成为了一种象征, 它不仅代表着现代军事科技进步与实力提升, 并且在此次战斗中可能扮演了决定性角色, 战争从来都不是唯一答案, 只有通过对话,妥协与共识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 1968年彭佳生投靠免共, 部队改编为缅甸人民解放军, 因为有了强大的合作方, 他的事业变得顺风顺水, 职位一直做到免共东北军区副司令, 实力亦不同往昔, 下辖三支部队八个营, 时至1980年代末, 国际国内形势风云突变, 免共开始走上衰败之路, 与之合作的各路少民武装纷纷自立门户, 彭佳生看准时机, 于1989年3月11日率部发动兵变, 宣布脱离免共, 组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由他跟弟弟彭佳父, 杨茂良等6人, 构成同盟军军市委员会, 彭自任总司令, 控制了国感地区, 也是在这一年, 彭佳生领导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与军政府达成为期20年的和平协议, 实现停火, 随后多个地方武装陆续与政府签订和平协议, 实现停火, 彭佳生则是第一个开启了和平之路, 根据协议, 彭的辖区被划为善邦第一特区, 这也是国感特区的来历, 彭佳生任特区政府主席, 军政府允许彭佳生在辖区内行事有条件的自治权, 其部队编入边防警察序列, 暗阅发薪水, 授予军衔, 但要自己解决装备, 还需报国防部备案, 获得政府承认后, 曾经大型鸦片种植和贩毒生意的彭佳生审视度势, 高调提出禁毒口号, 对国感地区种植, 贩卖鸦片采取严厉打击政策, 以改善其内外形象, 然而不久后, 彭佳生与杨茂良产生内讧, 前者向军政府多次告状说, 杨企图破坏和解协议, 后者指责彭独断专行, 会损害同盟军事业, 还向军政府举报彭转售军火, 给客亲独立军而得到嘉奖, 最终彭, 杨两家在1992年年末动员武装打了起来, 最初彭家军攻势凶猛, 杨家军伤亡较大, 但不久后, 瓦邦联合军417师前来帮助杨家攻打彭家, 彭家的893师400多瓦族士兵划遍, 彭家溃不成军, 果敢落入杨家手中, 这也是彭家生说的七次垮下中颇为惨烈的一次, 瓦联军有恩于杨茂良, 但双方后因利益和人士问题翻脸, 瓦联军又反过来支持彭家生复辟, 并策反了杨茂良手下的瓦族官兵, 1995年11月, 趁着杨家镇压内部划遍, 果敢守抚老街一带兵力空虚, 彭家生在瓦联军的帮助下攻占果敢, 之后恢复了特区主席职务, 果敢正式进入彭氏家族时代, 他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果敢王, 在后人的评述中, 彭家生有三大功劳, 开启缅北和平, 禁毒和促进果敢经济发展, 免昂来利用和谭的机会, 重新调整了军队, 据说他已经集结了八个师, 兵分三路, 对付同盟军, 一路进攻免东南若开帮的若开军, 两路进攻免北的木解和南散, 看上去八个师非常吓人, 似乎人数不少, 实际上免军的编制有很大的水分, 一个营的战斗人员不过一百多人, 一个师估计战斗人员不过五六千人, 当然八个师合计起来人员也不少, 至少远远多于同盟军, 可是免军要分为三路, 每路的人数不能太少, 战斗力自然有限, 进攻若开军的免军还需要缅甸海军的协助, 海军舰艇炮击了若开军, 据三兄弟联盟之一德昂军消息, 他们伏击了进攻南散的免军, 俘虏了师长民敏屯准将, 这可以看出免军的战力不足, 连师长都被活捉, 士气大受打击, 同盟军正在全力拔出老街外围据点, 前几天在观音山方向打退白锁城的电斩民团, 当时彭德仁正要率军去进攻阳龙寨, 结果和准备去观音山的白锁城的电斩民团遭遇, 电斩民团丢下几百巨师退回老街, 同盟军协得胜之师夺取重镇阳龙寨, 缅军飞机随后报复性轰炸的阳龙寨, 造成军民伤亡惨重, 但是这已经无济于事, 缅军在老街外围的据点越来越少, 形势严峻, 同盟军越战越勇, 接下来进攻缅军据点大水沟, 但是大水沟却不好打, 因为这是缅军在老街的司令部米线沟的屏障, 如果大水沟丢了, 缅军的司令部就会受到威胁, 缅军不得不死守, 因此同盟军会迎来一场硬仗, 他们必须尽快拿下老街, 否则负责打员的德昂军压力会很大, 毕竟缅军有几个师, 白索成退回老街后惶恐不安, 于是和儿子白银沧上议, 决定把监狱里的杀人犯武装起来, 让他们签下生死状, 加入电诈民团, 白银沧还向这群杀人犯许以中奖, 他声称, 如果这群杀人犯在战场立功, 不仅可以免罪, 还可以得到中奖, 如果他们丢了性命, 他们的家属也会得到几倍的奖励, 白家父子为了保全性命, 已经是病急乱投医, 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他们这样的垂死挣扎, 毫无作用, 只是多送些人命而已, 他们指望这群杀人犯, 去抵抗同盟军英勇的战士, 显然是一种笑话, 说不定这伙人一旦有了枪, 第一个抢的就是白家, 白家无疑是果敢有名的富户, 不趁乱抢他, 还能抢谁, 到时候这绝对是一场闹剧,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史约馆,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